不懂规矩 无意麻烦皇后娘娘啊 慢着 你说你跟谁过来的 是 是贤妃娘娘 贤妃 贤妃娘娘性子温柔随和 怕奴婢 怕奴婢犯了规矩 就带着奴婢过来了 贤妃对你倒是挺好的 贤妃娘娘 向来安德会侠奴婢们 都很是感激 小嘴巴巴的倒是很会夸人 看着就是个顽略的贱婢 犯了错就更不该宽纵 何该被婚婚打死 奴婢知错了 奴婢知错了 你要在饶命啊 这宫里没有犯了点错 对平白打死人的规矩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 奴婢叫魏燕婢 家里做什么的 阿嬷亲太曾任内管理 当阿嬷犯了事 已经不在了 燕婢 要力要气的名字 既然你那么喜欢贤妃 就叫婴儿吧 婴花的婴 你给她改了名字 难道还想做她的主子不成 是 这丫头不懂规矩 满口胡说 臣妾定会好好调教她 不叫皇后娘娘生气 也好 那就把她交给你了 是 奴婢歇恩 起来跟我走吧 是 待会儿把这剥好的莲子和核桃熬成羹汤 送去养心殿 皇上喜欢喝 您要得到皇上的欢心荣业 皇上得到您的心哪 可不知道该怎么着了呢 我的心从没变过 属于世子 朱儿 见了家妃娘娘还不跪下 奴婢婴儿 请家妃娘娘儿 你倒是乖觉 知道本宫为什么叫你婴儿吗 奴婢愚昧 奴婢不知 你呀 去送花不是错 送盆瑶皇也不是错 最错的是你在皇后娘娘生气的时候 竟然去说贤妃的好 你说你是不是讨人厌啊 贤妃从前的名字叫青婴 那你就叫婴儿 是不是很合适啊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死倒不用了 若你啃割了你这根乱说话的舌头 或许皇后娘娘开恩 还准你再回的花坊去 恰被娘娘恕罪 知道你舍不得 本宫也舍不得 你要是不会说话 本宫还怎么得气呢 婴儿 以后你便是启祥宫的人了 给我好好地伺候主 要是敢有一点不周到的地方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今儿这香点得好 是苏和香吧 是 煮回宫前半个时辰便点上了 这香闻着倒是好 就是放得远了点 婴儿 去把那边那个小香炉 捧到本宫身前来 是 谁叫你放下的 谁叫你放下的 跪下 捧高点 是 本宫也乏了去眠一眠 记着 以后婴儿就这么伺候着 太后 您让哪清大人调查的那儿不知死 已经有消息了 的确是高兵大人派人暗害 高兵这是作死啊 太后 可要告诉皇上和贤妃 皇帝也未必真想知道 不然 会继续派人查 至于贤妃嘛 若是知道杀父之仇必定会闹起来 那皇帝要的前朝安宁 怕也难了 那就是 先不说了 哀家知道了 往后总有用处 永章也开始去上书房了 我一个人在宫里头 心里老是空落落的 幸好有妹妹陪我说说话 姐姐甭跟我客气 反正我一个人也闷得慌 得空了 逞来坐坐 我 她怎么在这里啊 怎么姐姐认识婴儿 婴儿 她不是叫燕婉吗 从前在我宫里伺候过永皇 从前她是叫燕婉 我闲绕口 改成婴儿了 她从前是花房的宫女 得罪了皇后娘娘 来我这儿受调刀的 那我就要提醒妹妹了 这个丫头很不安分 要是皇上来了 可千万别让她在前头 怎么了姐姐 你以为她是怎么离了 你以为她是怎么离了 中翠宫去的花房的 勾引皇上被我发掘了 多亏姐姐告知 妹妹自毁留意 那我就先走了 姐姐慢走 真说 朱儿 朱儿 你 你 娘 姐 以后 启祥宫上下谁都可以调教婴儿 只是不许伤了脸 不许给她好衣服穿 不许好吃好喝 更不许皇上见了她 听懂了吗 是 是 快洗 姐姐们 别着急 若实在来不及 我把衣裳送到换衣集去洗 一来一去要费多少功夫啊 再说 这些粗剑功夫 有你就得了 快点洗 快点洗 知道了 本宫的祖美吗 美 你啊 就只配伺候本宫的脚 举着蜡烛 今晚守夜 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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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